最后一本书 最精彩的 但是精彩得来也是对于我们很大的挑战 提摩泰后书是保罗最后一本书 他已经在监狱里知道自己大概是过不了关 但他完全是不惧怕 我一想起你的眼泪 这个你的眼泪是提摩泰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提摩泰哭 可能提摩泰知道他大概出不了你 所以提摩泰很... 也不是提摩泰很不捨得他 你明白吗? 他的相同 他说 我一想起你的眼泪 就急切想见你 好让我满心快乐 我记得你无异的信心 这信心先存在你爱祖母罗尔 和你母亲有尼姬的信蕾 我深信有存在你的心蕾 你无异的信心 有没有想过提摩泰是信二代 有没有想过提摩泰是富二代 为什么提摩泰这么富 因为他小时候 有祖母和他的母亲 把这个信仰传递给他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二代 应该是富二代 但我们经常说 信二代真是难 其实有些事情上面 我们要思考是否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做第一代 是真的富豪 福音富豪 为什么信二代不是富二代 是真的应该富二代 我经常跟我子女说 他是比我幸福 因为他小时候 没有人会对本圣经 和我说你全看他 是吧 那他现在就富了 因为我可以对本圣经 说你全看他 那你就第一桶金 让我们看到提摩泰 但是他是富二代 因为他是信二代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 要把上帝借着我按手 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的挑和 上帝给我 不是一个胆怯的心 而是刚强的心 他说什么 因为你发觉 你继续读下去 保罗是邀请我太太 和他一起受苦 所以他说你要有胆怯的心 就是不要说你不用那么害羞 说多些道 上去 你可以的 他不是在说这件事 因为你看到后面 你发觉 他是叫提摩泰和他一起受苦 第一章第八节 所以不要以给我的主作见习为耻 也不要以我者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靠着上帝的大能 大能 大能我是做什么 我是受苦的 大能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存他所交同我的直到那一 又是那一 我而你要在恩典上干强起来 你再去到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导的 也要交托及那忠心 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以前有提到那些长老执事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的征兵 他开始说他对基督徒的人生的比喻 有三个比喻 第一是当兵的比喻 什么叫做基督徒 当兵的不让世慕前身 好使那招他当兵的人气愈 我们只是讨厌一个人 就是我们上面的将军 我们不以世慕前身 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不按规则就不能冠冕 没有经常说一些背景 但他说的是在跑Olympics 而他说的是要得到最终的冠冕 第三个比喻是农夫 我们下次回来 你看雅各书的时候 又会说农夫忍耐 我所说的话 你要考虑 因为主必在凡事上吸你聪明 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大位的后裔 大位很重要 这个大位是皇帝 从死人中复活 这个君王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这就是我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将犯人一般被捆绑 然而上帝的话没有被捆绑 捆就捆绑 捉就捉 受苦就受苦 他以为他捆得住上帝的话语 就是在困苦当中的上帝的话语被广传 所以 我为了选民事事忍耐 为使他们也能得到 在耶稣基督女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这说是可信的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忍耐到底 必与他作和 这个什么叫福音呢 就是这个君和为我们死 为我们活 我们和他同死同活 然后我们忍耐到底 和他一起做作和 这样就是福音 这样也可以 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我们很喜欢的金句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之用的 有作为悲战之用的 人若自杰脱离悲战的事 必成为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他对基督人生教会的一个异象 你该知道 末世别有艰难日子来到 那时人会尊爱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没有亲情抗拒和解 不爱良善 买主买有 饮以往为不爱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却 背弃了敬虔的实质 有时候在想这个 他是不是想教会的人 前面那些 你可以说是外面的人 有敬虔的外貌 背弃了敬虔的实质 这等人你要逃避 但你已经追除了我 你追除了我 我的教导 我的行为 我的生命 还有什么 我的迫伯和苦难 很有意思的 是吧 当你追随一个人 追随保罗的时候 保罗说你追随了我 你追随了我的教导 OK 是吧 你追随了我的生命 我的行为 OK 你追随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迫伯 你想想 如果军事坦兵 没有做到基督徒 今天的教会 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是这样追随 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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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全一代的时候 都是在追随的教导 追随的生命 追随的苦难 他说 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 圣经里面的应许 一定 come true 一定 come true的应许 凡勒自在基督律 敬前到日的 一定受迫害 一定受迫害 Claim 这个应许 大大声地跟上帝说 这个是你的应许 给我 给我 我 事事作 作我骗人的 将便本家例迷惑 人也被人迷惑 至于你 你要持守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因为你知道 是跟随学的 并且知道 从小明白圣经 即是信二代 即是好 从小明白圣经 即是圣经能使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上帝 不是默示 圣经都是上帝所吹出来的气 God's breathing out 为什么这个上帝的吹气重要呢 因为亚当就是上帝的吹气 变成了一个活人 而在新入圣经里面 讲到上帝的吹气 可以起死回心 或者你记得以西杰书37章 那个鞋骨的变成军队 上帝的吹气 上帝的圣经 可以将鞋骨变成军队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 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在上帝面前 将在审判偶异 我skip这个 他说无要传道 这个传道说的是什么 其实也是跟这里有关系 他说这个世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起死回心 那样东西叫成经 只有全阳上帝的圣经 才可以将人起死回心 于是你必须要无要传道 无论得时与不得时 都要专心的传道 用百般的引来 各样的教导 责备人 警戒人 勸勉人 要记住上帝的审判 要记住他的国度 要显明 看着最后那一天 因为时候将到那时 人会见凡见全的教导 以朵法养奏随心所欲的 真天普世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无稽的传说 如果你刚才有听我说的那篇道 你就会知道 《Devil in the Church》 教会里面充满着恶鬼 即是乌龄 而乌龄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些事情 真天普世师父 以至那些人可以有方言去听 至于你 你要谨慎 要忍受苦难做全呼音的工作 至于我 我已经被销献 微小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 那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刚顺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这次圣经 我们最多听到的是 安息礼拜 有人葬礼的时候 你想想 我们已经看了十三本 《舞台书信》 这个看了最后一本 如果你有努力去看完 这十三本 你也记得少少少 每本书里面说的东西 然后你将那些东西 跟《美好的象》 《当跑的路》 《该顺的道》 和《当跑的路》 是十三本书 但我很希望 有天我死的时候 我可以配合到 你可以趁得起这些圣经 你明白吗 你不可以 就这样抽一句金句 你要知道 这三句话 是代表了他的一生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趁得起这句话 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 真的和我们有份的 这个必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哪日要刺激我的 不但刺激我也刺激烦 爱慕他显现的日 不单止是保诺 是所有爱慕主的人 这个冠冕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很远的 什么是福音 在台湾下人头说 大卫的后裔为我们死而复活 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 同作活 什么是真信心 无偽的信心 忠心征兵不为耻 受苦不为耻 什么是教会 贵重的弃命 公义冠冕 为外主耶稣给到的日落 但可否用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祈祷 不要冲淡它 保罗真正在想这些东西 好 我们做了一个祈祷 然后大家可以分组 很快 不需要聊天 祈祷祈祈祈祈祷 不足够的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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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我们再次多谢祢 这些说话 说谁能担当 真的很明显不是人写的 主要你真的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单止是 这些不是一个历史的文献 这是一个真心的否白 是保罗 是他的生命 是上帝的启示 是上帝的话语 今天仍然是同一样的信仰 帮助我们 原来耶稣真的如此武背 帮助我们 原来福音真的如此伟大 帮助我们 原来天国真的如此值得我们奉上一切 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追求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叫我们参与这场的奔跑 这场的战争 叫我们守住 我们要守得到 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位弟兄姊妹 让你的话语 不仅仅在今天晚上 在我们是这样的战争 而是在我们每天 都无法忘记保罗所写的一切 祝福我们今天祈祷 tại特 感谢 Aussдерж 优优独播剧